大家好 我是莉夏 虽然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但是最近我们这里一直都是 阴雨天 不会太热 比较的凉爽 所以还是可以种花的 我要抓紧 在这个阳台上面多种一点花 今天要种的就是这一个红掌 它是这种开花的 纸扮演的植物 大家看它中间的花红色的 配绿叶非常的漂亮 如果养护得当的话 这个红掌全年都有花抗 而且这个单独的话 可以开四五个月之久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长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红掌它是这种漏制根 比较容易烂的 所以最好选择这种 吐气排水性比较好的头盆来种 但是我这里现在没有比较合适的 这个头盆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就选择 这个素质盆来种 这个米白色配这个红掌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很搭哦 不过这种盆的话 它的这个透气性就没那么好 所以要选择这种盆种的话 这个土的透气性一定要好 来弥补它的布体 所以我就用这种透气排水性 非常好的防捞土来种 想买这个土的花友可以 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那么如果你想自己配的话 可以用这种四份泥碳土 两份紫叶土 两份河沙 再加两份珍珠岩配置来种 因为我的这个花盆它比较高 所以盆底我垫了一层 陶粒作为粒作盆 然后里面加土 再把这个红掌给取出来 大白根 哇 这个土都没有多少了 怪不得这个水一浇它就流走了 可以稍微把这个底下的根捋一下就可以 OK 放进去 继续加水 然后给它提一提 拍一拍 这个很关键 因为刚刚它的这个里面 跟中间都是空的 如果不提不拍的话 它就会长期是空的 再加点 然后再给它浇透水 一个稍微的馅子 再说 IF 之后就可以把它搬去化苗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花架上面化苗 到时候也是放在这个地方来养的 因为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半阴环境 很适合这个红掌生掌 那为什么说要化苗呢 因为这个化苗期的养护和之后的正常养护是完全不同的 化苗期养护就是一定要等这个盆土完完全全干透之后再给它浇水 因为上盆的话多多少少会伤到它的这个毛细根 是会影响它正常吸收水分的 如果这个时候水浇多的话 它就非常非常容易烂 在管苗期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花出现这种发黄的一个现象 这个时候不要慌 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盆土有没有干 如果没有干的话千万不要给它浇水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给它的这个页面上面喷喷水就可以